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乘积说 那当然我刚刚讲过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判断是分数 所以呢 他如果输入一个乘积 输入个乘积 如果说是80分以上是A 如果说70分 70分到79分 是B 比如Enter OK 那他会ABCD 剩下来的话就D的话 那叙述方法大概这样 我是把它写成 刚刚的第二种方式 你可以把它放 或者是你可以用Enter 刚刚有讲过 那这些的话呢 都是比较 这个重要的 因为如果这个叙述 你不熟的话 以后城市非常多地方 都会有很多逻辑的判断 OK 那待会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 如果时间的话 你们可以试着 把这个改成VBA看看 有没有 我刚刚讲过嘛 也许你可以怎么办 Input Input的可以把Input Box Print改成那个Mate Box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记得要加一个那个RAM 有没有 空一个RAM 那VBA里面是Endif 然后L是Lif 其他我想大概都差不多 说牌的概念也都差不多 你可以试着写写看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写一题 稍微再更复杂一点点的 那我这一题的话呢 今天蛮常见 我想大部分同学 对那个BMI应该不陌生吧 还有呢 就是我有把那个 像是一个那个什么 算数预算值 有没有 加减乘除 这些重要的 那可能比较特殊的 上一半好像讲到 这个Person是球鱼数 这个可能比较特殊 除除的话是除完之后的整数 比如说32除除5 再去给我6就好了 那个剩下也不要给我 有点像哦 他是大爷 给你钱不用找了 那种感觉 除除啦 不过除除的话 感觉好像你INT也可以 用除完之后INT 一样可以啦 所以用的比较少 OK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这个STAR两个 乘乘 乘乘的话就平方哦 特别注意哦 而且另外的话 这个乘乘 不是可以 不只是可以针对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 数字哦 像那个乘 特别注意 像那个乘号 这个蛮特别的话 它也可以乘文字哦 乘文字的话 就是重复几次的意思哦 比如说你诚实 那个字会重复十次 那这种用法还蛮特殊的 其他语言没有 这个可能大家知道 因为后面我们用到 OK哦 那还有关系预算值 有没有 刚刚呢 等于的话呢 一定要两个 在VBA里面 只要一个就好了 所以有的时候 常常因为 这边写习惯 就换另外一个 就忘了 少一个等号 有没有 那就容易出错 OK 因为某时候 你可能习惯某一种 另外跳另外一种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不等于的话 就是惊叹号 有没有 OK 那如果是在VBA里面 用Nuts 它那个惊叹号 我刚刚有提过 其他的话 就关心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还有Nuts Nuts 那相反逻辑 我用的比较少 不过也可能会用到 当然这边的话 叙述方法 大概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要写一个BMI 那请各位 你就Google一下BMI吧 Enter一下 第一个连结的话 就是什么 BMI计算器 那这边就有一个 类似的一个范例 如果我今天希望 有两个input 一个身高 请输入身高 请输入体重 那输入完之后的话 你就告诉我评语 OK 那不过最好是这样 我也希望说 最好是做完之后 你给我的是这样子 BMI 冒号 特别注意 最好是取到 小数点的第二位 OK 这个待会你们可以试试看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最好评语接在后面 评语 然后呢 把到底它的评语 结果是什么 放在后面 那这边的话 有一个关键点 我希望这边换行 那换行的话 我们上一边有提过 有没有 如果你要换行的话 这边要加一个拖曳资源 有没有 反斜线N 而且我串起来要这样 要完整的叙述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可以先试试看 先了解一下 Google一下 BMI这个关键字 然后稍微看一下 其实公司非常简单 就是他这边有提到 计算公司是什么 BMI等于它的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而且是要公尺 OK 关键 然后你输入是公分 但是呢 你在计算的时候 一定要公尺 OK 所以呢 这个地方没有注意 所以你输入公分 你必须要把它什么 除以100 才是公尺 算出来的BMI 才会是正确的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它输入是有小数点的话 那 会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发生 那这边的话呢 也许你可以先试 我大概把那个 呃 这边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也许你可以先试试看 好来 画面切还给各位 看一下这个Google的结果 第一个了 然后 所以第一个 我们可以输入身高 或者输入体重 然后输完之后 就把这个公尺带进来 那公尺 特别注意 就公尺一定要除以100 之后的话呢 再用逻辑一辅 一辅如果BMI这个值 是小于18.5的话 也有小数点 OK 那 我们就输出好了 评语 评语就是过轻 那剩下来的话 正常标准就是18.5 到24是正常 那是正常 就是属标准好了 也许这个我们就输出标准 然后过重的话 就24到27 27到30 过重 然后轻度肥胖 30到35是中度肥胖 那L剩下来的话 那就是那个 重度肥胖 如果假设我们已经有逻辑清单的话 那其实你就带进去嘛 反正就跟刚刚一样嘛 if alif alif 最后那个就als 所以其实带完之后来看一下 程式的撰写大概是这样的 我想如果你刚刚的部分没问题的话 第一个的话就请输入input 请输入体重 OK 画面先借我一下 我们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看一下 那输入完之后 特别注意 转型的部分 那我外面就用一个float 如果它有小数点的话 那如果它假设 你确定就跟它 一定是40 就是整数的话 就int 那如果你不确定 是整数还是浮点的话 那用浮点会比较OK 因为你就比较不会说 人家小数点 如果你把小数点去掉的话 那资料会有错误 或者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eValue 这个eValue的话 它也类似是一种 也有点像转型 但是我上次有提过 它其实就是把你的双引号拿掉 就是把自串 本来比如说 输入的体重 假如说是80公斤的话 那因为那个input是 会加上前后的双引号这个符号 当然python是单引号 或双引号 那eValue的作用 只是说把那个符号拿掉 取里面的中间的东西 那也就如果你现在浮点 或者是整数 其实好像都符合 所以你用这个函数 好像会更OK一点点 反正方法很多 你用float或eValue都OK 也许这边的话 我们先用float 你可以试试看 用eValue OK 那再来的话就升高 体重输入完再来升高 升高的话记得用公尺 所以我把它外面输入完之后 转型之后再去除以100 转换为公尺 OK 接下来的话就根据什么 根据它输入的结果 我们把BMI算出来 那就是体重 好像这个float应该可以不用 因为其实算完就小数点 OK 那就是什么呢 根据那个题目里面要的就是 它的公式就是体重 所以我给它一个变数叫w 除以h 那平方的话呢 我刚刚有提过 就是你用乘乘就可以了 乘乘就是平方 乘乘2就是平方 也就是说我w除以h的平方 然后这个外面应该这个瓜糊 其实应该是不需要 层层 这个再确认一下 我们先架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算出BMI了 BMI之后的话 然后把 当然我这边 先把BMI print出来好了 也许你算完之后 print ok BMI算完了 再来底下的部分呢 就是做那个逻辑判断 其实我主要是根据 刚刚这个清单 18.5 然后这个清单 那分别转换之后呢 就把它过清 标准 过重 轻度肥胖 中度肥胖 最后的话呢 else剩下就是重度肥胖 那这样的话 我就把它print出来 不过呢 我们把它print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 把这个结果输入了 比如说 这个身体重的话 假设是70 Enter 身高的话呢 假设是175 Enter OK 那它会帮我把那个 BMI的值给输出 可是呢 这边的话呢 Enter它的评语 不过 离我们要的 还有几个地方 可能会需要改 改变的 里面的话呢 我刚刚有 秀给各位看 在那个云端上面 我如果希望呢 帮我改 改成类似像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到 刚刚输出的结果 它是把BMI放到这边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结果跟这边很类似 结果跟这边很类似 但是我希望在前面帮我加一个叙述 就是双引号两个 BMI 帽号 把它的那个BMI放在后面 但是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并且换行之后的话呢 帮我在前面加个评语 然后呢 是结果是怎么样 那这地方该怎么改 会是比较简单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第一阶段 也许我们就先把BMI跟评语 先做出来 第二阶段的话呢 就是再把那个BMI 就是前面加上一个 觉得有点像标题 BMI 而且这个标题呢 我如果希望前后都要有双引号的符号 那并且把BMI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刚刚输出的话 已经是有BMI结果 不过它有几个地方 没有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前面没有这个标题 那最后的评语 前面也没有这个评语的标 那我们要怎么加上去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加那个评语的话 一定在print的前面 也许加一个什么 双引号 两个 打一个BMI BMI冒号 那可是问题输出的时候呢 他这台串接 串接后面如果你用那个sync转型的话 他还是没有办法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嘛 用format 那format怎么做 这边注意 第一个我们先解决什么 如果我今天希望 能够看到前后有双引号的话 记得 这边你不能说再加一个双引号 你要一定前面要一个什么呢 这个 反 这个什么 斜线 反斜线 反斜线 再加一个双引号 这样才ok 你不能直接加一个双引号 否则它没办法帮你正确输出 反斜线双引号 那这样的话呢 那我应该放在这边才对 应该是放这边 反斜线 双引号 ok 那接下来后面串一个什么 BMI 不过特别注意 串在后面的话呢 那我们需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所以特别注意这种format 不过特别注意 format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放到什么 其实 format你可以直接针对这个字串 去format 那不过你要format的话呢 比如说我今天把BMI要放在哪里的话 记得一定要在冒号后面 后面加上那个BMI 那它的规则一定是先给格式 格式的规则一定是大瓜虎开头 大瓜虎包 包在里面 移到中间之后加一个冒号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反正以后你要记得 format一定要给大瓜虎 然后呢 如果你要格式的话 你就冒号 那如果你要的是那个小数点的话 到第几位你就点 2是第二位 加一个F 它是float 如果整数是低啦 然后字串的话是S ok 底下其实我有那个云端上面 下面有说明 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后面加上什么 点format ok 你就打一个format 然后enter一下 再把那个我们刚刚的BMI的变数 就放在这里面 后瓜虎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帮我们把这个东西 帮我格式化到后面来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 如果一样我把这边输入70公斤 然后体重的话是175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他已经 第一行已经跟我们要的很接近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希望怎么样 再来我希望能够在这个标准前面 放个评语 不过呢 我要的并不是说 在每一个评语的前面 加评语冒号 评语冒号 如果这样的话 当然简单 只是说我们会有个问题 就太多重复的东西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避免重复的东西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干脆怎么样 就直接加在什么 这个字串里面 就可以了 那只是说呢 会有个问题啊 因为我要希望怎么样 这边要换行 换行之后再去评语冒号 那把那个东西输出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换行的话 你就再加一个反斜线N 他就帮我换行 那换行之后的话呢 你再输入一个什么呢 评语冒号 OK好 这样的话呢 那后面的东西在串 我们来看一下 评语冒号 这样OK呢 直接执行 一样 反正就输入一个 一个 这个会有 OK 那你会发现呢 他输出了 这个OK 评语 有没有 他换行了 这边后面有换 但是呢 会有个问题怎么样 这个地方评语冒号也输出了 但是因为这个print本身 他最后呢 只要输出完 他会自动帮你增加一个换行 那这个是print本身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你print就好了 你不要帮我加个换行 特别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print后面 加一个参数给他 逗点 跟他讲说呢 你最尾巴的那个换行不要 那一叙述特别之后 加一个end end就是最尾巴的那个换行 不要输出 这样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输出的时候 不要有一个换行 OK 那这样的话 其实应该完成了 所以如果把这个换行拿掉 那标准就放过来 然后再执行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应该这样就OK了 没那么重 OK Enter一下 这个有时候 这应该小bug 你把它移过来 170好了 OK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 有没有 bmi 冒号 把他的bmi值 特别之后 这个bmi值是放到 这个大瓜五里面 格式化 格式化之后再输出 那后面一个 反斜线 n是换行 再加一个平语 那平语之后 后面我就不要换行 直接把它得到的这个过重 塞到这个后面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利用那个format 完成这个格式化的动作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特别之后 这个format是很重要 因为很多地方 如果你不会用format来做 当然也是可以做出来 只是说 相对 程式会 比较 复杂 而且冗长 OK 我觉得 这个format一定要了解 试一下 那最后我刚做出来的 那个程式 其实云端上也有了 我把它截图 并且把刚刚写好的 放在云端上 给各位参考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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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